嗨 歡迎來到我的家 這個是Fiffy 這個是Fiffy 不要踩到自己的大便喔 媽媽來 媽媽 媽媽來 媽媽 毛毛 欸你們很難控制耶 我這個父親沒有任何的控制能 媽媽來 媽媽來 媽媽 完全不理會我耶 這種情況 你們還真的很沒面子 這三隻就是他們都黏在一起啊 尤其是他 毛毛 就你只要抱任何其他隻小朋友 他就一定要鬼叫半天 叫你要抱他這樣 毛毛算是非常慘的小孩 因為你剛剛如果有聽到他叫聲 他是沒有聲音的 他的聲帶是被狗場剪掉的 他來的時候他是一根毛都沒有耶 一根 我不誇張是一根毛都沒有 他是就是皮膚整個整個是潰爛的 然後他是被丟在垃圾袋裡面 準備死掉的小朋友 然後牙齒也是被打歪啦 斷掉啊 他只要知道有一個人愛他 他就是堅持他活下去 很神奇 很神奇 他叫瑪瑪 為什麼叫瑪瑪 因為當初呢他是在 他是在桃園中壢那一帶被 被一個叫王峰機長的 一直在 等於是放養 就是他知道他在哪裡出見 然後常常去餵食 後來有一天他好像突然不見了 突然不見了 然後就他們大概就可能很緊張 但後來當然找到了 找到了之後發現他帶著 帶著四隻黑小狗 小黑狗 他在流浪的時候 他還帶著四隻小黑狗 為什麼他叫瑪瑪 就是因為我們以為那四隻黑狗 是他生的 然後以為他是母 他們的母親嘛 所以後來叫他媽媽 然後諧音變成媽媽 然後Fifi Fifi算好一點 Fifi算是我們家狗裡面 從小養到大的 他從這麼小吧 然後他名字也是自己取的 網路上有PO他的影片 自己取名字的影片 然後那個 他是在附近公園 叫玉城公園 他那時候在流浪 他在那個玉城公園流浪 後來被 也是被人家撿 很小 然後撿到 也是附近的動物醫院 那玉城說 他剛被撿回來 我就看 很小 很可愛 我就說 那我把他帶回家 就是 給他們看一下 後來就沒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就長大 然後還有一個咖啡 咖啡在家裡 那個他不能出來 就他連我都怕 對 因為我是去救他回來的嘛 然後 他一直以為我是 去抓他的那個人 他怕男生 怕男生 怕戴帽子的人 因為他不是所有人都怕 就是 女生比較不怕 然後 然後 我的話呢 我只要躺在地上 他可以 我只要站得比他高的時候 他就不行 就連我坐在床上都不行 他在床上 然後我坐在床上 也不行 而且我在救他以前 他就在我家了嘛 因為他是從我家跑掉的 然後我去救他以前 他是沒有這些陰影的 他所有 絕大部分的陰影 就是 他流浪的那兩天 因為太多人拿手電筒照他 去追他 抓他 然後他全程又都是星星 他太 太害怕那個過程 對 他到現在都很害怕 所以他出來是基本上 不太可能 帶他們出來 他們都會很好奇四周 跟旁邊的人 所以他們比較難 專心 因為他們在家就是沒有 沒有被控制的 也不綁 他們也沒有龍蛇 所以他們都是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基本上 都蠻自我的 嗨 幹嘛呀 你們要來幹嘛 想要看我在房間裡幹什麼 是不是 鏡頭都不說話耶 但是進來吧 歡迎光臨 現在現在 我正在悠閒在看書 因為 昨天剛看完了非常好看的秀 然後今天晚一點再工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還可以有時間出門逛逛 然後我在看的是這個 無名義的書 我現在想要來泡一個 很好喝的東西 因為昨天去看秀的時候 其實天有點冷 平常我其實都會帶這個薑茶出門 因為我們拍戲或者是晚上 就譬如說像昨天看秀 很天很涼 穿的又比較單薄 隨身帶著 黑糖味老薑片 女孩子們的好朋友 我平常喝咖啡的 你看 我是隨身出來的時候都會帶著 耳掛式的咖啡 因為我很怕到哪裡沒有我喜歡的咖啡 整個給西就很多 就會有磨豆機啊 豆子 然後會有那個過濾咖啡的 然後下面還會帶一個 涼杯 所以整套起來就是 會占掉我心理箱一大部分 所以我心理箱裡的東西真的 很多 我記得我被問過人家說我帶最奇怪的 還有體重機 就陳奕涵送我的體重機 超迷迷的一個 這一房應該會做什麼運動嗎 運動其實還蠻多的耶 其實我們平常很常做半空桌 或者是就是會含胸嘛 所以其實胸都很悶 但如果這個時候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躺在這裡 然後有一個高度 高度差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慢慢的 先把眼鏡拿掉 往後倒 往後倒 哇 你有聽到咖咖咖的聲音嗎 就是你整個拉背 哇 整個胸都開了 然後你可以把手往前放一點 會拉得更開 太舒服了 舒服到我不想起來 這個可能有點醜 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你找一個地方可以勾住腳的 你到這就不會摔倒 然後你的腳勾住了之後 其實可能這裡是要開90度 把你的上半身往下折 這樣子 然後你就是勾住的原因 就是讓你不要翻過去 然後你就會發現 哇 肩胛骨這裡 現在非常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會深層按摩你 肩胛骨最深最低的地方 左右兩邊拉完 一身輕 不好意思 好像這樣拉 看到很奇怪的 這是我的心筋已經被我 已經破爛到成這樣 但是那是我出國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就是睡在外面的時候 一定會帶的東西 因為這樣比較安全 我就把它壓在枕頭底下 登登 這個是什麼 大家看 瓜沙棒 我是一個很不喜歡吃感冒藥的人 因為感冒藥 凡是藥必相生 尤其會相剩 所以就是 本人就會 研究一點點 中醫啊 精略啊 穴位這些 然後我後來發現 穴位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 當你有一點點開始 覺得好像吹風吹到頭痛的時候 登登 這裡有個地方叫風池穴 在後面 耳朵後面這邊 然後你只要拿 就是 插一點精油 然後用這個刮沙板 在這裡這樣 刮… 這是不是跟外面接上很多那種 老爺爺 然後奶奶的一些照片行為 可以合在一起 這條一直刮一直刮 或者是 如果你有吹風機 你就拿吹風機 不要燙傷自己 不要燙傷自己 就是一直吹一直吹 然後你吹到 右邊吹完吹左邊 然後 還有頂端的這個百會穴 你也可以吹一下 你就吹到自己有點發汗 如果有朋友 可以去幫你的話 就吹膏荒 膏荒就是在 後面兩邊 尖胛骨症 就是你也吹它 然後你吹到自己 熱熱的發汗了之後 你哥一定保證沒事 那再來的話就是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穴位叫手三里 你仔細看還會發現我這裡有一條 有點像小穴青的這種東西 有看到嗎 我沒有被加暴 我沒有被打 我是自己按自己 因為我來 我就說我來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吹到風 所以 我就從手三里這邊開始 然後一直刮刮刮 這邊有一條肺筋 沿到手的這個穴位這邊 就整條刮完了之後 一樣就是 你就不會感冒 就很舒服 但是刮刮完了之後千萬不要洗澡 大概有四個小時 不要洗 然後你要先喝熱水 就是喝三杯熱水下去 這個是我認為非常好用的 那當然 平常除了面對感冒之外 睡前 為什麼我放在旁邊 是因為睡前我會拿來刮腳底板 腳上有千千萬萬的穴道 都是對我們身體太好了 所以沒事我就會活躍它一下 但我想這畫面你們應該也不想看到吧 你也在那裡刮腳 自己在不管食補上面 或者是就是我會煮那種紅豆 茯苓蓮子湯 就美白去濕又去水腫 然後或者是吃桃膠皂皂米 就是會幫助自己的皮膚水嫩水嫩 就是因為就是你慢慢經過自己試驗之後 就覺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所以我就會每次看到相關的資訊 就會看一下 然後再試用在自己身上 然後當然我的長輩 就是家裡的長輩有時候 也會發一些太極啊 然後把斷景的一些video給我 所以我們就會互相交流一下 就是我隨身會期待的辣椒粉 所以就想到了 因為我是一個很害怕麻煩別人的人 然後常常去外面的餐廳 尤其是去比較好的餐廳 其實師傅會很討厭你在他的料理上面加辣 所以呢跟他們要求之後 你就會得到一個小白眼 我後來就學會了自己帶 不要告訴他們我有家 但是我又吃得開心 基本上我到任何一個城市 我都會去跑步 就是第一件事 而且因為我們常常飛 很容易是到一個城市的時候 剛好是早上六七點那一中 然後我會先去跑步 跑完之後再回來一起洗澡 那你跑完之後 你就整個人就哇 整個人很清醒 不然的話其實一睡下去 你的實際上就會很難挑 就讓自己先high起來 那我去準備一下 因為我的小團隊們想出去逛逛 把我的東西帶一帶 辣椒粉一定要帶 然後手機要帶 我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帶環保筷 就這個我可以蓋著 跟一個喜歡的墨鏡 出門還是要帶一件外套 阿里現在看起來好像有點太陽 但是到晚上就會變很冷 所以 穿這個應該會有點太正式的吧 畢竟跟它是去觀光街 還是我來穿這個大外套 這件出手就完全不會冷 不管它降到零下我都不會冷 結子的話我來挑一雙小黑靴 小黑靴還不錯 而且又是平底的 還滿適合今天的專案 好看嗎 Lana這裡交給你們囉 我房間的蠟燭還在點 所以走之前也不要把它吹掉好嗎 有看那帥氣的我嗎 我應該這樣換掉了 這樣更帥一點 那眼睛就不戴了 好不熱情喔 你們都沒有人回應我 再見 掰掰 掰掰 這是我今天晚會住的房間 同時也是我今天出場前化妝準備的地方 然後 當然我坐在這裡的時候不可能是穿這套禮服 我坐的時候就是穿浴袍 然後想要開開的然後就縮在上面 然後在那邊化妝什麼什麼的 氣泡水因為我胃不好 可以打嗝什麼的 然後 在化妝的同時呢 我自己非常需要擁有一面鏡子 然後這個鏡子不是一般普通的鏡子 它是 有一般的鏡子 它同時也有放大鏡 然後有了放大鏡之後 你就會發現 真的看得很清楚耶 有那個 鬍鬚 有一個鏡子 有一個鏡子 然後 那一區就是 你知道其實會去那邊啊 就是 你知道飯店裡就很放一些假書 有人會看嗎 I don't think so 當然 那除了我的臥室之外呢 也是要 上場簽證 非常重要的一個場合 上面就會鋪滿今天要穿的衣服 然後讓我選擇 譬如說這件禮服啊 然後我們就會討論說 這件你覺得咧 什麼什麼的 我就會說 你覺得這件衣服可以 強調出我身材的優點嗎 然後 他們就會幫我分析啊 可能會試穿啊 或什麼的 然後 像這件 我今天真的有選 這件我覺得 也非常的漂亮 可是因為像我最近 比較不是那麼喜歡穿這種 就是 只有這樣的禮服 因為 只有這樣的禮服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非常 就是挺 因為你如果稍微 有一點點放鬆 有一些狡猾的記者 就會不小心拍到你的那個腹部 然後就是 你可以這樣 放大 所以呢就是 我比較最近 不是很 喜歡穿這種 平口的那種禮服 我來到飯店的第一件事 就是 就是 我會先 把我的床 那個 把我的床 弄成我要睡覺的樣子 這件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來飯店的第一件事 我要有一個枕頭可以躺 一個枕頭可以扶手 那個枕頭 因為我通常不會去那邊 所以這個 就只是放在那邊 就是 如果萬一走到那邊 就是 就是有個東西 然後一定要有個墊腳的 這是我的一個儀式 這個都弄完之後 我才可以開始進行 所要該做的工作 然後接下來 就是進入 比較偏私人的區域 就是包括我的淋浴間 還有 馬桶之類的 馬桶對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因為我上場前 很容易緊張 大概要上 五六次的廁所 包括大的小的 都有 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這就是我 一進飯店 首先就會把我 個人的衣服脫掉 然後換上浴袍 然後準備要開始工作 這就是我工作結束之後呢 第八個會來的地方 因為洗澡 always排在 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名 所以我就會 走進這邊 然後就親自在請願的 然後我就會假裝 就是對這個 淋浴間很陌生的說 Zoey 你覺得這個淋浴間 會不會只有花灑 萬一等一下 我一開水的時候 花灑灑在我頭上 那我不是很冷嗎 然後就會問一些 很無知的問題 他就會說 好啦我幫你調好啦 然後他就會調好那個 Shower 然後就是水溫 我說水溫會不會太冰 或是忽冷忽熱 他就會幫我調 這樣 然後老闆可以進來了 然後就這樣 你覺得我今天 不洗會怎樣 你覺得我這個頭間 可以撐得了 就是 他們就說 你如果睡得著你就這樣 然後就是會有一大堆 問你 然後所以他們就說 進去洗 你今天會很舒服 然後 你看他們都很貼心 在幫我把內褲啊 睡衣啊 都已經都補好了 這個廁所對我來說 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跟你講 我喜歡飯桶的原因就是 因為有很多飯店的廁所 馬桶旁邊沒有 馬桶旁邊沒有垃圾桶 請問一下 我們上我們廁所 萬一是 剛好生理期來 我們捏東西是要丟哪 有些沒有馬桶的那個飯店 你就是上這個那個生理器 你還要褲子 然後就是找到哪 你在外面丟到這邊 所以半島很貼心的是 本來馬桶旁邊就是要有垃圾桶啊 你要丟東西 你要丟很多 所以半島這一點我真的 我太鼓掌了 這是人性化的設計 因為我很在乎動物 因為我覺得 出席一個活動就是 一個動物可以代表 你今天要展現的精神 我覺得我今天 希望我出現的時候 大家覺得我是一隻豹 要征服現場所有的媒體 所以我今天特地就是 真的很重 就是把它放到我的寶寶裡面 然後帶到那個上海來 就是希望我可以展現出 一些豹的精神 它的名字就是叫做 小Q 小Q是我們家很多很多 這類型的動物吃中吃 小Q 謝謝你今天陪我來上台喔 謝謝你 我希望我今天可以展現出 你的精神 小Q 小Q 小Q